宣傳片氣勢十足 特斯拉首款皮卡Cybertruck又再次傳出問題 第四度向車主召回車輛 由於車輛的雨霜馬達可能因電流過大故障 需更換整組馬達才能解決 因此車主需將車輛送回經銷商進行檢查 其實特斯拉電動車故障不是第一次 但雨刷若失靈 將嚴重影響駕駛視線增加風險 早在去年12月時 就有一輛Cybertruck在交付中心出現失調脫落情形 由於車棚上的裝飾件可能鬆動飛落 對其他駕駛造成危險 特斯拉表示事件是用粘合計安裝 但因為工廠可能沒正確安裝 將更換或重新加工事件 今年還沒過一半 特斯拉股價更慘不忍睹 累計下跌24% 眼前困難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三零新聞零九七八道